由观天下有线电视与市议员林一齐所举办的东北角小小主播营已经迈入第二届 目前已经突破百位偏乡学子到观天下电视台来议员主播梦 一号是平溪国小的18位五六年级的学生 当中也有朗读比赛的场胜军 不过面对镜头还是觉得跟朗读有差别 学生也说真的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在校长的带领下 由平溪国小五六年级所组成的小主播团队近20人 来到观天下电视台 要来进行一日小主播的体验 从未有过的体验也让学生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练习了好几天还是好紧张 从小朋友知道说有这个机会来观天下录影的时候 其实小朋友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 他们都想校长那我会在电视上播出吗 当然会啊对不对 好所以呢小朋友他们是抱着期待的心情 平溪国小校长表示 感谢市员林一琦与观天下电视台合办这次的活动 让小朋友有全新体验 而且新闻内容也是以平溪 甚至是学校本身的主题为主 所以也能让孩子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所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跟我平常在朗读比赛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朗读比赛下面都会有很多的观众一起看 但这就只有担任自己一个人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相当宝贵的机会 小朋友呢看到这个稿子之后呢也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都跟自己本身的经验有关系 甚至有的是我们平溪国小的新闻 有的是我们平溪地区的新闻 所以在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观天下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更要感谢林一琦议员 给我们小朋友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非常的难得 为提供偏向学子多元学习机会 观天下有限电视持续 诗语言林一琦合伴小小主播营 受到许多学生的喜爱 也借此让学生提升学习兴趣 将来或许可以朝媒体或是电视台发展 也看得出小朋友潜力无穷 介绍威 细致采访报道